各位观众 大家好 晚上好 和简老师 你都知道我去全州了 今天 简老师回香港之前 我就和简老师说 不如做个节目吧 简老师就说 好啊 来啊 做什么节目啊 我和他说 当然说你回来全州两个月 究竟有什么感受 这次是你来内地最久的一次 这次又重了十几斤回去 究竟全州有什么令你乐而忘返呢 除了个女儿之外 当然我知道 你是因为很久没见女儿 所以就上来 所以的时候和大家聊一聊 我早前去了全州打架简老师和阿嫂 在这里都是在节目中多谢他们 真是很感恩的 如果没有他们在大陆 我又去不了厦门 是不是 又去不了全州 又去不了我家组屋 还有的时候又在西街吃了很多东西 又拍了一条片 是不是 所以整体上是很开心的 老师回香港就一路顺风了 还有这条片就会在你回香港之后 坐定定之后才会播出的 那你就放心 就不用这么急 又可以看回的 那好了 我就想问一下 你来到全州究竟有什么感受 感受就大了 起码好像你说的 今次是我 真的这么多年来 没试过放这么久的假 我两个几月假 就是去了ō 只要在全州的两个几月 两个几月 不是 过几月而已 没两个几月 在台山又十几日 又回到福州有几日 又五、六日 接着你过来 跟着又去夏门平潭 送武股城 到處去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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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以前的大肥佬的狀態 不是肥仔是肥佬 所以現在幸好我回來的快 不然的話 我不只重十多斤 我重二十多斤也像 吃東西那裏 泉州是很好吃的 老闆也會吃了很多東西 你有什麼好介紹啊 除了我們那天晚上吃的 我們那天簡直吃了很少東西 有什麼介紹一下 你覺得 我覺得 泉州最主要的泉州美食就是姜母鴨 接著就四果湯 四果湯 還有牛肉羹 豬肉羹 馬膠魚羹 我這次都沒吃過 用馬膠魚打成羹 還有敏藍珠 豬脚 但是有點膩 不是那個人剛剛吃的 有些膩 但是吃起來很爽的 很爽的 你應該帶我去吃的嘛 是不是 原本打算帶你去吃的 但是你兒子不是很怕胖 沒辦法 我不怕 原題我一定吃的 我兒子你不用怕他的 總之我喜歡吃就可以了 我兒子我會另外安排他的 你放心 上次我跟老闆去吃燒烤 就很好吃的 真的很好吃 又便宜的 幾吋有什麼抽刀魚 雞腿 然後有些什麼 薯仔 蝦 蝦仔 哇 真是多東西吃到 真是厲害 還有那時候最棒的 就有一些 龐蟹 拆了一些龐蟹下來 又有膏又有肉 拆肉龐蟹 十元 幾隻 一份十元 一糕 一份十元 一份十元 我買了四份來吃 真是太好吃了 那些蟹肉 太棒了 吃東西有很多東西吃的 海鮮好吃 是不是 薑母鴨好吃 原題好吃 是不是 還有四果湯甜品好吃 燒烤到處都有的 還有在那個地方 你真的兩個月或者一個月包你重十斤酒 即是香港大概十磅左右 一定 如果香港說 重十磅左右 不是公斤 你大概重十磅左右 就差不多了 那賢老闆回來 見到他的肚子就完結了 Sera 旭娃蝦你們的時候 和賢老闆出來聊聊天的時候 他發覺他臉色紅潤了 肚腩就變成個球 這個就是那個情況 這是好吃的 還有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是福建人 所以我對口味來說 我都覺得是相對來說比較濃味一點的 但感覺也是入味的 還有的時候是吃得慣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味道 你會覺得 怎麼說呢 沒什麼很多人工的添加 而是真正的那種 即是食物的味道來的 那這些食物的味道是很難得的 我想香港人都會喜歡的 但是你要喜歡濃味就好 當然清淡都有 譬如像滾湯那些 牛肉筋湯 豬肉筋湯 其實是很簡單的 滾湯來的 滾湯 不是煲湯 就是你只是滾兩滾 接著就去的了 這些也都好吃的 還有那些味道 你會覺得 用料是很真材實料的 這些就是我自己的感覺了 還有什麼好介紹 那些圓題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雖然沒得吃 圓題豬的大腿 那個黑肉 是啊 我知道 但是是不是入口即化 是否入口即化 煮得很軟的 是不是 是啊 很軟的 入口即化的 是啊 骨肉筋來的 那些 就是骨毒肉 拉出來的骨 是怎樣 先引導一下 不過那天我去那時候 那個老闆煮得差了 給我第一次來吃 差了 我之前來吃 第一次來吃很棒 這次來吃就差了 我手勢比較差了 不過那些薑武鴨呢 薑武鴨你吃了很多檔 最正的檔 最貴是不是真的最正呢 是啊 這間鋪店上過薑尖上的中華 薑尖上的中華在那裡拍過 那間鋪店的 那間鋪店真的最貴 我吃了這麼多家的最貴 八十元 不過你們是上淘寶道都買過 上淘寶道有得買的 薑尖上的中國 薑尖上的中國 薑尖上 是啊 是啊 這間薑武鴨真的很貴 他又很早下班 在哪裏啊 在清真寺後 清淨寺就是清真寺 就是泉州的清真寺 泉州的清真寺 在哪條街上 在哪條街上 等我下次去吃 你告訴網友 你說在清淨寺旁邊 童門街 清淨寺很容易找的 即是你頭期上的士 你跟他說清淨寺 他每個人都認識的 哦 OK 全州只有一個清淨寺 清淨寺是嗎 你或者說坐巴士 你或者關帝廟 關帝廟 關帝廟 有關帝廟旁邊 哦 關帝廟和清淨寺附近 是的 簡直是清淨寺的後面 好的 你的士佬 每個人都認識的 清淨寺的後面 那裏一定要吃的 原題呢 原題你吃了多少間 豬後腿 原題我吃了一間 一間 那間好像在全州酒店 很特地舖 裡面只有兩張桌 哦 OK 你沒有當地人帶你去 你真的不認識他 你沒有當地人帶你去 你真的不認識他 那間出名的 當地人就認識的 當地人認識的 OK 那間又叫什麼名字呢 沒有招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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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在西街附近嗎 全州 不是在西街附近 是在全州酒店附近 中山路的全州酒店附近 中山路的全州酒店附近 好 我為什麼要問老闆呢 因為我年底 其實有機會去廈門一堂 對 到時候可能又再去全州 又去吃東西才回來 可能 OK 好 吃糕就正 那你覺得交通那方面怎樣呢 你有什麼建議給各位觀眾呢 全州 全州的交通 如果你在香港 乘高鐵 即是現在還沒開關 開關又有一班高鐵 我的意思是說 要不要開車 開車好些 還是租架車 找一些網約車去好些呢 網約車 看你住哪一區 如果你好像 你上次來我們這附近 就不用網約車 走在樓下 不是上的 高爾夫球車就可以了 沒錯 大家有印象 大家有印象 就看回我第一條在全州拍的影片 就是坐在一輛 高爾夫球車 電動的高爾夫球車在那裡走 那你告訴他去哪裡呢 他基本上在全州市裡面 他就要載你去的 不是很大的 那個地方 所以的時候 大家可以去考慮 那古城區不大 是的 古城區 最主要是古城區 你要跟他說 古城區他會兜你 兩元街 他兜你 兩元街 你幫我走去 都是兩元 你喜歡 所以很棒的 都是兩元街 都是兩元街 他去了很多地方 關計廟 清淨寺 天后宮 全部都去到的 他那輛車 不懂駕駛車 是旅遊車 不懂駕駛車 不用駕駛車 不懂駕駛車 如果你懂駕駛車 更好 單車油更好 駕駛一部駕駛 在古城裡面 到處兜 都可以 你或者不想駕駛的 就做這部 共享電動車 共享電動車 就是到處可以兜 共享電動車 我上次開車 剛剛去那個位置 他不能走 他截了我電 我退出門 原來他的駕駛車 他不能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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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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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電了 原來說 我走出那個服務區 我又要踩到裡面才行 走出那個服務區 那就連回電量 其實內地很先進 原來太先進 太先進 他以前那些電動車 就可以到處走 超速的服務區 他最多是罰你錢 他現在不是罰你錢 他只是截你電 明白 截了你電 你走不到 你就要趨回去 走回他的服務區 沒錯 走那裡是很方便的 如果懂得開車是更方便的 那找一間酒店住在裡面 就是住在 泉州那個位置 我們上次在泉州公園 是不是 那裡叫什麼公園 西湖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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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那個西湖不是蘇州那個西湖 是泉州的西湖 但是那個也很漂亮的 但是酒店比較小 大家看到我 拍了一條片 跟A先生 那條片大家看到 很暗的 但是租金很便宜 非常之便宜 為什麼說便宜呢 其實圍堵 約130元左右 我和兒子住一間房 那這一類型的酒店 其實你一定要有居住證 是的 你有居住證 就可以住一些 不是三星級的酒店 還有你可以住民宿 那我上次其實 我有個情況 因為他的時間比較急 那有些民宿 你設計得很漂亮的 你在那些環街摘漢裡面 看到一些民宿在那裡 那些民宿就很有中國的古風 還有它是將現代化 是結合 遊合在一起的 那些民宿我都想去 感受一下 究竟是怎麼樣 還有看看居住的環境是怎麼樣 我覺得值得一時 還有整個全州的感覺 是很添淨的 整個環境 很舒服的 慢遊遊的 是吧 是吧 但是又很容易罵 是啊 那些人走路 慢吞吞那些 自由遊 是啊 一到晚上就很容易罵 一到晚上 日口沒有什麼人 哇 你一到那一下山 就不知道 那些人是誰走出來的 打完完獎 晚上一出來吃東西 你看到中山路 和西街那邊看看 不知道那些人 這麼多人 人頭湧湧的 小孩子有小孩子 大人有大人 有小孩有小孩 那下真的很多人 是啊 還有西湖 一到到七點半 七點多鐘之後 裡面很多人在裡面跳舞 又有廣場舞 又有Hip Hop 又有交際舞 那次我都跟他們一起跳 那些好像廣播體操 那樣 整個百多人在這裡跳舞 老闆就很喜歡的 這些 是吧 是呀 這些生活 真的很自由 很開心 是自由 如果中了彩票的時候 就不回香港了 不過現在要回香港 就是告訴大家 他中不了彩票 是吧 即是不中了 不中了 還有老闆這次 不是住在酒店裡的 又不是住在一些民宿裡的 他是租了一間屋 一間屋 一間屋很便宜的 多少錢 多少錢 三千 三千 三千元 又有差不多八百尺 三千元八百尺 然後下面加上 八百尺 哦 不過不包括水電 不過水電真的很便宜 告訴你 全裝一度 多少錢 嚇死你了 我? 我電費到現在都沒有交過 說真的 水費的時候 好像都是 你還沒交過電費嗎 幾元 我不知道 我業主對我很好 他沒有跟我收過電費 是嗎 你業主這麼好 沒有跟他收電費 沒有啊 我有跟他收電費 不是 你有跟他交電費 你就跟他收電費 你有交電費 你交多少錢 不是啊 他跟我交了百多元電費 不是我看到電費單 昨天有電費單回來 八幾元 一度電是三毫子 什麼八幾元 一度電三毫子 用了二百八十幾度電 八十幾元 嘩 八幾元 嘩 嘩 好便宜啊 水費更便宜啊 煤氣費有沒有 水費 我沒有用到電費 那些是電池爐 我沒有煮東西吃 噢 他有電池爐 其實在內地的消費 因為這些不可以 是 你說 其實在內地的消費 是很便宜的 大家說三千元很便宜 其實不便宜的 真的不便宜的 你三千元 租一間八百尺的房子 簡直是天價 跟大家說 其實呢 你千多尺 就是一百六十平方左右 是租一千多二千元而已 一百六十平方 就是一千六百尺 一千多二千元 在泉州那裏 是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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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沒有 不過沒有電梯 我那次看到一間 一百三十幾方 一千六百元 不過走六樓 沒有電梯 走六樓啊 最正的那一層 差不多是 一千六百元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 家屋內籠是怎樣的 好像我女兒那邊 那邊 鬼知道你女兒那個 那是甚麼意思 大哥 就是有沒有裝修 有齊小裝修 不過就沒有床 就是好像你這樣 家屋內裡甚麼都沒有 自己買家屬 買電器那些 即是白武 是嗎 白武的 是啊 如果有齊電器 甚麼都有齊那些 就兩千幾三千元 兩千幾三千元 是不是有齊電器那些 但是大 如果小一點的時候 小的應該就不會這麼貴 是嗎 小的那些我想兩千元好像都有 兩千元都有 兩千元好像 兩千元那些很小的 那些不是複式的了 那些沒有樓上的 只是一層過的 那些應該很便宜 那些應該很便宜 都有三百多尺 三百多尺很小的 很小的 那些很小的 如果你說那些 不過它有齊的 甚麼都有齊 有床 有電視 雪櫃 洗衣機 那就比中山稍為貴了 那些是給中山稍為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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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的時候 那些內地住 是給中山稍為貴的 是 你如果說樓價 是錢手是給中山稍為貴的 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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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啊 買都是給中山稍為貴的 錢手樓價不便宜的 這個當然 這個當然 平均樓價 是1萬5元一平方的 有些好的地方 為3-4萬元 但全州是不便宜的 全州 全州是福建省 除了廈門之外 就到全州了 那些樓價來說 不過他消費就便宜了 三個不要說 三個淘寶買是不是都便宜了 對不對 在街上買其實都便宜了 老闆跟我說 很便宜 你羽絨 一件都是八多元而已 暖的 OK 行不行 你就算穿一季 暖的 你穿一季其實都不會浪費的 我買了一些羽絨回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都暖的 質素都OK 接受到 挺保暖 又不會太冷 十幾度左右 你出去的時候 穿著的羽絨 其實相對來說舒服的 衣食住行呢 其實全州是一個好地方 當然有親情在內 老闆的時候就在家裡 跟女兒一起玩一下 有時候出去外面逛逛 見一下女兒 很開心 還有一件事 其實你如果計算那條數 你這樣在內地一個月 你覺得要花多少錢呢 你就搞定了 親身感受 如果計算我退休來計算 我想一個人的消費 我想三千多四千元就夠了 連租屋 連同租屋 算的了 除了的 這麼便宜 我猜不到 租屋一千多元 租屋一千多元 你水電的錢 有限的 我當你兩千元就搞定了 手機就最貴了 手機八幾元 手機不用 我用這個很便宜 幾十元都有 OK 好 我就要給點 比如說你裝個有錢 你當然要貴點 比如說你裝個寬戴 你裝個WiFi 連電視和整個 都是幾十元 就是有WiFi 有電視 有線電視 都是幾十元 你吃飯也要的 吃飯那裡一個月 我當你租屋 租屋其他東西二千元 你二千元夠吃 二千元 二千元 都夠的 看你怎麼吃 如果在街市買菜一定夠 如果你在這裡煮的話 你當然不會出店 又大魚大肉 你當然是自己買菜 煮飯 一斤豬肉也要十幾元 我去街市買個菜 哈哈哈哈 不分鐘還有山豬肉 一斤豬肉十幾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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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說買菜 最近的菜很貴 魚很便宜 我自己去街市 除了買吃蟹 蟹就貴 如果普通的魚很便宜 交通費呢 如果你不去其他地方 吃東西又便宜 交通費 還便宜 如果你說港本市的交通費 兩元 兩元 兩元是小白 一元而已 如果市區人的巴士 一元 一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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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如果要洗蠔一點 大家出去外面吃飯 不是在家自己煮飯的話 那我想六千元左右 那你就可以搞定 那些一定 六千元你是要蓄不成 如果你是自己家 自己說 譬如說洗用 就是慳慳地用 我女兒也說 三千多元就夠用 嘩 哈哈 經常都可以蓄不著吃飯 三千多元就夠用 一千多元 然後在內地 找一萬多二萬元左右 嘩 那你就生活很舒服 是不是 除非你要買車 除非你要買車 是不是 那就沒得說了 除非你是到處去玩 買 買車也很便宜 是 你買電動車 現在幾萬元而已 幾萬元而已 不是很貴 幾萬元的電動車 電動車很便宜 多便宜 沒錯 又漂亮又四 沒錯 你一公里電為八個線 是啊 一公里八個線 一公里八個線 你好像全州 你不如連任拍車 就算你不要連任拍 你拍在街上 那些咪 就像咪B 那樣 拍成日 成日 都是二十四 二十元封地 好像成日 就是 二十四個小時 其實內地 你未必一定要去深圳 你去深圳 那些東西是貴的 前海也很便宜 上次我們看西文興說的時候 他說前海有一些宿舍 是千多元一個月而已 123元左右 還很漂亮 但是 如果你在內地發展 或者去到全州 全州算是 比較繁榮的城市 那你去這些地方住 其實你在那邊 賺食其實不是很艱難 有辦法賺食的 而且你的生活費又很低 你想想 在香港如果五千多元 我當你是八了 當是六七千元港幣 我想你香港劏房租過去 你真的餐餐即食麵 你都搞不定 你都沒有可能七千元搞定 但是回到內地 你就有可能搞定 但是呢 還有一件事 你計算一條數 如果你的薪金 是萬一二元 或者你的收入萬一二元 你真的在內地生活 快活過神仙 還有你儲得錢 保證你儲得錢 這些才是最厲害的 這些是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對不對 老闆 對 對 所以 退休回來 對 退休一定回來 過多幾年就退休了 過多幾年就退休了 其實很簡單 如果你真的不買樓 你買樓可能多一點 但是如果假設 假設 你有五百萬的人 五百萬的人 在內地生活 這一刻來講 以後不知道 在這一刻來講 其實你已經在內地 基本上就無憂了 是不是這樣 嘩 有五百萬 五百萬 你知道嗎 我們在全州 全家銀行一年利息 不知道 多少 二十萬以上 三年五五 全定期 有沒有二十萬 大哥 那麼高 那你生活已經搞定了 再加上你社保的話 社保衣保 搞定了 這就是 我意思是說 全二十萬以上 已經有三年五五個利息 你如果有五百萬在這裡存 你一年有幾次利息 十幾萬利息 你花了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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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憂 無憂 你吃的利息都夠你了 都夠你花了 你花了 你怎麼花在這些地方 你一個月花了一萬多元 你一個月花了一萬多元 你一個月不可能花了一萬多元 除非可以 你慢慢去Disco 慢慢去追求女生 這裡有很多 K-Bar 那些人真的有追求女生 那些 不知怎樣 付錢給那些歌女生 接著去唱歌 付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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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給大家去的 那些有時間 我們新的節目再和大家聊一下 哈哈哈哈 那些可以說 不是 那些不是好像以前都 不是這些東西 比較正經一點 不是以前那些 以前那些沒有的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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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那些 你剛才說的數字也對 如果五百萬的話 一年利息 真的十五萬 如果三年利息的話 是啊 我當你三年利息 已經十五萬了 三年利息 哇 這樣除一除 除一除除十二 哇很開心啊 一萬二千五 行了 可以輕鬆地過生活 是不是 如果不是很多 還不夠輕鬆 是啊 如果你有一百萬的話 其實也很輕鬆的 是不是 有一百萬 三萬都夠了 放在那裡 三萬多 三萬可能不夠鐵少少 你都好 輕輕鬆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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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OK的 每句都二千 很輕鬆的 真的 你不是 有些什麼擔憂 其實 在內地為什麼 你看到內地的朋友 其實都很感恩共產黨 原因就是 因為你醫食住行 你看醫生 是不是 你的退休金社保 你吃東西 電費 水費 還有你平時 如果你是坎坎的 你在那個地方生活 就不是問題的 因為物價呢 控制得非常之好 是不是 還有的時候 就是輕鬆生活 就是這麼簡單 你有些錢 其實已經搞定了 那些錢 多不多呢 其實很多 或者 你是否很富有 又不是很富有 但是起碼你的生活 是平穩安定 那就夠了 對不對 夠了 對 平平穩穩安安定 對 在香港移居回來內地 那就很好的 因為不是移民 講清楚 是退休移居的生活 那你就怎樣了 所以的時候 想玩 就在內地玩 內地有很多地方去 當然有時間 或者有空餘的錢 你都去外國那裡去看一看 那這個當然 但是呢 生活和發展 你在內地更加好 還有呢 在內地 我和大家講過 其實在中山那裡 其實的時候 很多人家裡 都是老公一架車 老婆一架車 這些是很正常的 甚至有時候 有一架大車 也不一定 就是一架 一架四口 三架車 都很平常的 一兩架車 簡直是 周圍都有 所以的時候 對於大家來說 這些這樣的生活 大家久不久在這裏居住 了解一下內地更多 就最正的 是不是老闆 對嗎 對 是啊 還有什麼敢言 跟大家說一下呢 已經半小時了 不知不覺 多快 所以我限制的時間 是啊 很快 是啊 怎麼樣 希望快點通關 我帶大家回來 全州也好 下面也好 福州也好 周圍去走走走 沒錯 一個禮拜時間 和簡老闆一起去玩 一個禮拜 是啊 大家租兩部車 一起去游山活水 我們還未去草流 未去哪裏 未去寶宜山那一帶 那一帶很漂亮的 真是游山活水 是 我會做司機 我和老闆會做司機 再蒸多兩個司機 那就搞定了 可以開車的 是啊 大家輪著開 是啊 可以8個人到10個人左右 那就好些 租一架大小小的車 其實兩輛 五座位的車 其實兩輛 五座位的車 是最好的 就是比較高 新一些 儀體位一些 只要不要去很貴的海鮮餐廳 吃東西 大家就沒什麼問題 我上次那條片 我還沒做 因為沒時間 回到來真的很忙 那時候 我就吃了一餐海鮮餐 1400元左右 其實貴不貴呢 我覺得不是太貴的 OK的 我是接受到的 那如果扣除了那一單之外 我呢 整個旅程 包括呢 去環島遊 下門那裏 其實如果整體來說 應該三千元左右 其實就夠了 租車 是不是 接著的時候 吃東西 租車 酒店 其實兩三千元左右就搞定了 應該 不是玩很多人 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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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個禮拜 不是啊 兩個人 兩個人三千元 我還算我的兒子 是啊 兩個人五千元左右 OK的 OK的 如果大家不吃貴的東西 不吃貴的東西 只是便宜的東西 所以說呢 平均如果 你一個禮拜 你計算 平均一個月 平均一個月 是三個水 你計算中車費 是啊 三個水 我們可以找到 我們可以找到 那些酒店 不過如果有香港人 香港人 就看到 那些 起碼要住位 立那些酒店 五個水 不然你住不住酒店 是啊 如果有香港人 沒有居住證 那些 你要用五個水 知道了 有居住證 沒有居住證的分別 就很簡單 有居住證 你可以住一些便宜的酒店 百多元左右 如果沒有居住證 你就可以接待 港澳同胞的酒店 是必須的 那你就貴一點 是啊 大概二三百元左右 都可以 三百元左右 你預計 所以你預算的時候 你預算的時候 差不多五百元一天 如果是香港同胞來的話 但是申請居住證 也不難的 那來玩呢 你預算五百元一天 差不多了 很好了 吃東西 掃一下街 玩一下 輕鬆一點 那你計算 我一個星期左右 差不多三十五三千五元左右 大概 那自隔遊 去景點看看 想去哪就去哪 那就比較舒服 是啊 就是這樣 最主要這邊 租車又便宜 這裡租車 好像我們那天 租三天的車 都是六百元 沒錯 還有你租車 無論如何 怎樣都好 一定要買最貴的保險 全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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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老闆出了東西 對 開花了車 一毛錢也不用賠 這些是最穩陣的 哈哈 發髮老友可以走 對 以防萬一 這個是重點來的 好嗎 大家一定要知道 有這樣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大家就去玩了 是多值得去玩的 我個人覺得 好嗎 就是這樣 好嗎 老闆 一路順風 回香港見 好 如果我未必在短期裏回到香港 我們就 中山或者泉州再見 好嗎 多謝你 好 好 今天短短做一節 多謝大家 多謝老闆 希望大家透過這個節目 可以了解在內地的衣食住行 究竟有幾方便 有幾划 好嗎 各位老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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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